印度发飙了 最新的这个回合 印度对加拿大下最后通牒 十天内撤走三分之二加拿大外交官 也就是说 目前加拿大在印62名外交官 印度驱逐走41人 而且印度还威胁那些留下的加拿大外交官 你们也没有外交豁免权 这一招够狠吧 印度的理由还很冠冕堂皇 简单粗暴 自信满满 很印度吧 第一个回合 印度发动攻势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去印度出席G20 莫迪各种冷脸 最后两人非正式见了一面 莫迪当面一顿训斥 痛批加拿大包庇恐怖主义 场面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第二个回合 加拿大发动攻势 特鲁多回国后也翻脸 指责印度政府特工在加拿大搞暗杀 随后加拿大和印度互相驱逐了一名外交官 加拿大还通报美国和英国要求这两国盟国 一同对印度施压 第三个回合 印度发动新攻势 大规模驱逐加拿大外交官 现在加拿大和印度都很愤怒 加拿大很生气 印度你手脚不干净 好我土地上搞暗杀 赤裸裸侵犯我国家主权 是可忍孰不可忍 印度则发飙 加拿大给你脸不要脸 你完全是一派胡言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们这些外交官统统给我滚 反正现在印度最讨厌的国家 肯定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最反感的国家 毫无疑问是印度 接下来会怎样 不排除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印度服软 向加拿大赔礼道歉 保证下不为例 但这几乎是天方夜谈 哪怕加拿大的证据 在板上钉钉 印度肯定一百个摇头 加拿大你血口喷人 这都是你制造的证据 美国和英国 估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二种可能 加拿大服软 印度你驱逐就驱逐吧 我保持沉默 最后不了了之 可能性确实存在 加拿大本以为 自己和美国和英国 都是盎撒国家 同气连枝 但哪知道 关键时刻 美国英国都当鸵鸟 自己又干不过印度 现在正骑虎南下呢 第三种可能 梁虎继续斗 特鲁多也清楚 过早服软 肯定是政治灾难 加拿大的主权在哪里 你这个总理怎么当的 所以 哪怕硬着头皮 自己还必须撑下去 印度啊印度 算你狠 但我也不是耸包 拜登正在拉拢印度 当然 美国肯定也在嘀咕 特鲁多 我正拉拢印度 对付东方大国 你却指控印度搞暗杀 你这不是坏我的大事吗 什么真相 什么公正 什么法治 这个世界 在不少政客眼里 只有立场 没有对错 估计在印度的加拿大外交官 现在都默默在打包收拾行李呢 但也肯定这是一场大戏 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我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这是平行李呢 那我们就骑驴看 我来这么想看 我去为了 然后我走抢 我走抢 我来的